大家好,這裡是皮亞哥哥 這個系列的影片會分享我最新的重訓課表 總共是7天一個循環 然後重點會放在2、3頭還有背部 這個課表包含了我這幾年學到各種不同的元素 像是大重量訓練、低重量訓練、RP式練法、離心訓練等等 加上這個高頻率還有各種訓練方式來讓增肌效果最大化 很適合進階的重訓者 那我們就給它看下去 這個課表是練6天休息一天 總共有兩個大重量低次數字 還有4個輕重量高次數字 這支影片是課表的第一天 胸跟背的大重量日 還有第二天腿跟肩的大重量訓練日 我覺得很多人肌肉長不大 就是因為少了大重量訓練 所以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大重量訓練對增肌的好處 第一大部分的肌肉有一半都是快縮肌 所以需要很大的重量的刺激才能夠長得更好 第二它可以讓你的訓練量穩定的提升 我記得我剛開始前三年在練的時候 完全沒有在做大重量訓練 然後我出國被當地的建立社 像是小娘炮之後才開始用這種一組無下的大重量練法才練 結果在我接下來的一年 算是我肌肉成長最多的一年 像我一年半前握推大概是80公斤做無下 然後這段時間我一直用大重量的訓練練握推 之後我現在可以用120公斤做無下 這樣子我可以不用刻意的去增加訓練主速 我的訓練量就可以自動的增加很多 讓我可以穩定的進步 第三 力量進步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假設你的力量一直沒有進步的話 有可能是你吃的不夠多 飲食沒有照顧好 你的生活品質不好 沒有睡好 酒喝太多 或是你的課表有問題 訓練量太高 你沒有記錄重量 有太多的原因會影響到你的力量卡住 所以當你發現你的力量卡住 甚至你的力量下降的時候 你就需要找出這些原因 然後你可以改善這些不好的東西 這兩個大重量是有幾個相同的重點 第一 我們會把重點放在最主要的四項運動 這四項分別是深蹲、滑船、臥推跟肩推 通常來講這四項的力量有進步的話 其他的運動力量也會跟著提升很多 整體的訓練量就會跟著進步 第二 我們最主要的運動動作前請先用輕重量來暖身 大重量正式訓練組之前 我會先用輕重量暖身個3組 分別是用大概45%的訓練重量做12下 然後60%的訓練重量做8下 然後80%做個3下 假設我今天胸推訓練組是100公斤做5下的話 我就會先用40公斤做12下 60公斤做8下 然後80公斤做個3下 第三 再做大重量的訓練 組間休息大概至少都要3分鐘 你才會有力氣再做下去 第四 前面幾組不要做到力竭 假設你今天深蹲是3組 然後1組5下的話 前面2組就算你可以有力氣做到6下 你也不要做到6下 就是做到5下就好 最後一組再把你的力氣給他用完 那第五 就是你的力量要穩定的提升下去 要是你最後一組能夠做超過預定次數的話 下次就可以來加重來做 比如說你現在是深蹲3乘5 前面2組就是蹲5下 最後一組就是拚了命的 看可不可以蹲個6下到7下 假如可以的話下次就可以加重來做 假如不行的話下做就是維持重量 接下來要來分享這兩個力量日的流程 第一天是胸加背 暖身之後我們可以進入胸肌的正式訓練組 順序是-0胸推3乘5 -0上胸推3乘8 推完之後來做點假胸的運動 分別是由下往上的假胸3乘12 還有由上往下的假胸3乘12 這個夾胸你滑輪起始的位置 會依照你每個人上胸肌跟下胸肌 肌肉排列方式而改變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角度 看哪個角度對你的胸肌感受度最佳 像我個人由下往上的話會設置在膝蓋處 然後由下往上夾胸 雙手合置在大概額頭的正前方 下胸的滑輪夾胸運動一樣是看哪一個角度夾起來 對你下胸的感受度最佳 像我個人下胸排列是比較水平的 所以我不會把滑輪設置的太高 做完之後我們來練背 背部的訓練技巧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在之前的背部訓練影片 還有背部感受度影片中 都已經講解的非常的詳細 背部的訓練流程分別是 單邊載握座姿划船3x5 寬握划船3x8 背闊下拉2x6 還有背闊下拉2x8 接下來是第二天的課表 第二天是腿肩的大重量訓練師 一樣是把握好剛剛講過的大重量訓練五個關鍵 順序是深蹲3x5 肩推3x5 弓箭步蹲3x8 單腳腿推肌3x12 側平局3x8 還有交叉滑輪後三腳拉3x12 當你在你的真機課表中 加入了這些一組五下的大重量訓練之後 你就會發覺不只肌肉量跟力量提升了很多 你也會開始比較有自信的去面對人群 當你看到練健美的肌肉比你還要大的人 你就可以跟他們說你是專心練力量的 那你看到練健力的力量比你還要大的人 你就可以跟他們說你是偏向健美的 但當你看到力量跟肌肉都比你還要大的人 你還是只能跟他們說你是練身體健康的 所以就是努力練下去吧 大家在進行這兩天的大重量訓練課表 一定會覺得說是不是比較不累 然後比較沒有練到的感覺 但是相信我經過了兩三個星期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力量可以穩定的上升 而當這些最主要的動作的力量上升的時候 其他的動作還有你的訓練量都會有所幫助到 下一支影片我會教大家我個人覺得最有效的腹肌運動 然後順便幫大家做一個這個課表的統整 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就盡情期待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